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就要和大家来讲一台 这个应该是 2020 年下半年大家都很期待的一款新车 它就是全新的 Honda City RS 大改款车型 从原厂在 8 月中的时候公布这个车的预告 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个多月了 在这段期间里面原厂也公布了非常多这个 2020 Honda City 的详细规格 而在不久前我们也去试驾了这个 Honda City RS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2020 Honda City 有什么配备 进步在哪里 还有它的动力表现怎么样 在这个引擎的配置上面 我国的 Honda City 提供了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一个是全新的 1.5 iMMD 引擎 还有一个 1.5 全新的自然进行引擎 关于这个 iMMD 引擎的运作 之前小明为大家做过一期影片讲解 大家如果想观看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接下来呢我就要讲更多关于这个引擎的细节了 根据 Honda 官方表示 马来西亚市场是全世界第1个发售 City IMD 的国家 也就是说 泰国没有 印度没有 文莱没有 新加坡没有 印尼也没有 马来西亚市第1个 再来就是这个引擎的热效率表现 达到了 40.5% 也就是说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所贩售的车款中 Honda City RS 的引擎热效率表现是最高的 这套引擎的输出和这个 欧洲还有这个日本版本的 Honda Fit 或者是 Honda Jazz 是一模一样的 最大马力是 109 PS 峰值扭率 253 Nm 暂时没有这个 0-100 的官方成绩 但是我们可以以这个欧洲版本的这个 Jazz 来做一个参考 根据 Honda 欧洲的官方消息 Jazz IMD 的 0-100 加速 只需要 9.4 秒 在 B-Segment 实弹里面 这个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 如果你在意性的话 这个 City RS IMD 可能就会是你的选择 再来 这一次 Honda 也带来了全新的 1.5 自然进气引擎 和上一代的 1.5 自然进气引擎有什么差别 第一点就是它从旧引擎的 SOHC 变成了新引擎的 DOHT 也就是 DOCH 另外它还新增加了 VTC 的技术 所以理论上这个新的引擎在低速和油耗表现 都会比起旧的引擎更好 它的最大马力从原本的 120ps 进步成了 121ps 峰值扭力虽然说维持在了 145 Nm 但是它的这个爆发峰值扭力的区域 从原本的 4600 转进步到了 4300 转 所以它的加速表现应该会更快 来一个参考 旧款 Honda City 官方的 0-100 加速表现是 10.5 秒 我们来猜猜看 新的 Honda City 0-100 会是多少秒呢 再来我要说到的一点就是 这一个大家应该都很关注的点 就是 Honda City 的隔音表现怎么样 这一代的 City 隔音表现进步真的非常的多 因为原厂为了 MVH 的表现 他们采用了一种新技术 也就是在这个车身的结构中 注入一种新的物质 这个物质看起来很像海绵 但是它可以吸震吸隔音 根据官方资料 这一代的 Honda City 对比上一代车型 它的隔音表现进步了 33% 至于这是不是真的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在赛道试驾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轮胎的噪音 底盘的隔音 还有防火箱的表现 都进步的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很在意隔音表现的话 我相信这一次 Honda City 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这个 Honda City 的操控表现如何 因为在试驾的现场 Honda 准备了一台 City IDCT 让我们进行一个对比 不管是在底盘 悬吊 或者是方向盘的指向性上面 新一代的 Honda City 对比上一代车型都进步非常大 尤其是在赛道进弯的时候 这个悬吊给予车身的支撑表现真的很好 再来一点就是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也进步很多 在弯道的时候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底盘的刚性 因为提升了很多 所以并不会出现这种车身扭曲的情况 这一次我终于找回了以前 Honda City 那种极致的操控表现 这一代的车型让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而且这个是在赛道试驾 如果是在一般的公路上面驾驶的话 它会带给你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 至于内装方面呢 因为这个保密血液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和大家透露太多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这一次 Honda City 的内装 真的会有非常的惊喜 而详细的这个内装还有试驾分享呢 我们会在发布后带来我们的初步试驾影片 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在安全配备方面 Honda 一直以来都不会吝啬 所以在这一次 Honda City R 上面 有什么惊喜呢 你们猜猜看 它有 Honda Landwatch 还有 Honda Sensing 如果说 Honda Landwatch 没有什么奇怪的话 那么 Honda Sensing 应该就会让你惊喜的 而且它搭载的 Honda Sensing 其实也是相当的完整啦 它包含了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前方撞击易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还有主动式定速巡航 你没有听错是主动式定速巡航 只是它少了这个低速跟随系统 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像是 Honda Civic Honda Accord 还有 Honda CR-V 那样的这个停停走走的功能 但是以 B-Segment 的车款来说 这样的配备其实也相当的有诚意了 以往我们要买到这个 D-Segment 的车款 或者是 C-Segment 的顶级款 才看得到这种先进的安全配备 但是这次 City 上面竟然有这个配备哦 你难道不觉得 Honda 这次真的很有诚意吗 另外啊 其实除了这些功能以外 我个人也是觉得 Honda Landwatch 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功能 因为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交通你知道了啦 这个摩托是下来下去的 有这个 Honda Landwatch 的话 你就可以扫除你左边的盲点 而且在实际测试的时候 这个 Honda Landwatch 的可照射范围 其实非常的大 我觉得 这个功能是真的很实用的 给 Honda 一个赖 其实除了在这个 先进的安全配备上面做出升级以外 Honda City 的这个车身结构 同样的也进行了非常大的升级 车身的结构采用了大量的高刚性材质 同时为了提升这个车辆的生产水准跟速度呢 Honda Malaysia 也在位于马六甲的工厂进行了投资 加快 简化了这个 Honda City 的生产速度 并且呢 采用了这个新的技术来让这个 Honda 的这个安全性更好 其实在 ASEAN NCAP 已经测试了这个 Honda City 2020 的这个安全性 它获得了 五星的成绩喔 可以说是本地安全性最好的 B-Segman 车款之一 其实总结下来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 2020 Honda City 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虽然说今年的市场竞争很激烈 像是旁边有 S 50 啊 然后这边又有 AMERA 但是这个 City 跟他们对比完全不会逊色 我个人很惊讶的地方在于这个 City 我以为它已经没有什么进步空间了 但是 它带给我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感受 这个是我真心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这个新一代的 Honda City 真的很出色 我相信它未来要捍卫它这个 B-Segment Seline 的王者地位 应该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猜测这款新车最快会在这个 10 月中发布 如果各位对这款新车有兴趣的话 就千万记得要留守我们的频道喔 我是 Ivan 这一次就是我为大家带来这个 Honda City 的这个 细节配备的讲解 请大家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的影片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们做影片的动力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喔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